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想出行广东那边吧 大家方便多了吧 就是以前不管是去公园 或者是去餐厅 我如果忘了减核酸了 或者核酸过期了 这些地方我都去不了 但是我觉得最核心的吧 大家还是要有一个自我保护意识 保护好弱势群体 我觉得这样放宽了之后 对大家都有好处 大家都放开了 大家都有收入了呀 我们未经许到这里 我们要通过去公园